有時候是可以怪大環境 或者是政策 可是有的時候 可能自己也可以稍微 想一點辦法 就是原來這個工作 如果沒有那麼好賺的話 是不是可以換一個工作 甚至是當老闆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八位來賓 他們就是要告訴我們 自己當老闆之後的收入如何 以及辛苦的程度如何 好 歡迎八位來賓 歡迎 在八位當中 你看誰是最不像老闆 第二排的嗎 第二排有一位男士 是 你是說Dep嗎 對 他比較不像是旗下 有員工的那種老闆 Dep 你... 你原來在當老闆之前是什麼 我在當老闆之前 我在那個網路公司上班 做行銷兼美術這樣子 後來就殺掉行銷公司老闆了 公司 然後你現在的老闆的身分是 你創什麼 我現在在做的一個 叫做流浪早餐車 就是我一開始在海邊 然後我的那個創立的動機 一開始就是為了要住在海邊 所以Dep 你本來就會烹飪嗎 沒有 完全不會 所以你一開始找... 只是想要住海邊 他也是... 所以這樣很小心 所以你就想說 然後無論如何 找一個可以賺錢的方法 然後錢拿來住在海邊是不是 對 可是其實也不是這樣子 我還是... 這件事情還是要對我來說 要有意義 不然我真的就去捕魚就好了 你的早餐的特色是什麼 是別人站在你的早餐車外面 一看就看得懂的事情嗎 就基本上我賣的東西 就分兩大類 一個叫做歐姆蛋 黃金歐姆蛋 然後另一個的話叫做歐姆三明治 這東西其實你在外面房間 不容易吃到 可是還算吃得到 可是所有的口味 全部都是我自己 他當時說 那到底你沒有一直吃到那個 我一直都還沒吃到 那一般都去 每日沒沒有 但是阿嬤們愛吃這個嗎 阿嬤們就不愛 年輕人嘛 所以他根本... 所以就是蛋包那種東西嗎 對 有一點像 可是口味現在都 全部都是我自己創造的 你現在這個生意 聽說早餐車外面 可以排隊排到 有的人要等一小時才吃得到 最高紀錄好像是兩個多耶 兩個多小時 這張很好 好快喔 但是我不要上學 也不要上班 對啊 因為不然我們試吃一下 我覺得還滿感謝他們的 真的 因為兩個小時 所以你是現場做嗎 對啊 我一定要先做 因為是你一個蛋就要煎30分鐘 所以有四個人 故意煎兩個小時 請問有幾個人同時在做 因為我們餐車同時只能兩個人 生意成功沒 就以賺錢的程度來講 如果以賺錢算OK啊 對啊 你現在是無心插流是不是 就你本來沒有要賺大錢 結果現在是賺大錢嗎 可是其實我一開始做 我就知道這件事情一定會成功啦 不是看我早餐... 那時候我都還不知道我要賣什麼 可是我知道我用這個... 這個心態下去做 你是在海邊嗎 暑假在海邊 然後平常的話是在... 那時候宜蘭那邊有一間大學 然後我在大學門口這樣子 你一個三明治 大概買多少錢 大概六七十...六十五上下 三層樓的那個三明治六十五 對啊 所以它的... 就是它的價錢抓得很漂亮 所以它才會可以賺到錢 OK 所以你現在真的有實行 白天賣早餐下午去衝浪嗎 對啊 可是那是前半期 我現在在做比較重要是 我在做...做樂團的東西 我在做創作 這個不可能賺錢了吧 可是我們也是去年開始 可是我覺得我要Copy 我四年前那個心態 就是一樣用這個心態下去做 什麼心態 就是你就是要相信它 沒有人相信的時候 再過四年 或是再過四十年也可以 可是用這個心態 有一天它就會... 所以樂團是要成名 還是要有什麼 演唱會嗎 我們在做的 其實跟早餐車有點像 我們也是一個新型態的表演形式 就是我們以故事結合音樂 這是我們的主要的表演 然後這樂團名字叫做藍的火 然後是我跟一個法國女生 我們組的 就一把吉他 兩個歌曲 然後我現在自己寫自己的故事 然後創作自己的歌曲 這個我真聽不出來 賺錢的點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它是... 又是用流浪的方式的話 它會很有噱頭 因為它中間有講是個法國女生 是吧 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 我們已經有在一些地方表演 比如說維格...小學或是成品 對啊 我不是去那一家啦 我抱歉 對啊 然後有時候他們是以... 我們有時候會自己 創作自己的表演 然後就是以賣門票的方式 好 所以前面四位老闆 創業最久的是佳永傑嗎 你的婚紗 應該是我 九年 九年 那個是婚後才發生的事情 是 那個是... 應該說整個的念頭跟想法 是我跟我老公在拍婚紗照的時候 然後我老公就忽然說 那時候我在化妝 我想說就... 反正就像藝人平常要拍照一樣 就去化妝 然後我老公就忽然這樣 東看西看... 然後就開始東問人家一些事情 西問人家一些事情 然後就說老婆 我覺得 這個行業應該是你可以做的 就是你跟你老公一起做這件事嗎 不是你一個人 應該是說我 然後後來當然還有我的夥伴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些 那時候只有大概一兩個同事進來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做前置的作業 但我老公就是在後面很機車啊 就是跟現在照我運動一模一樣 他就會在那邊說 那提案呢 你的SOP是什麼 然後我根本就聽不懂 現在想說 你現在是在鬧我嗎 然後我們就當然是說 我們要做比較高價位 然後品質很好的 然後就說 就是會...他會丟很多的問題出來 然後當我們一開始 當然幾個女生就是夢想會比較大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發表一些很機車的 就是說你們自己說 你們高檔就高檔喔 就是你們...就是會講一些這種 可是這個想法是他出的 是他叫妳開婚紗店的 是啊 從頭到尾都是他認為我可以 所以妳老公當時 不管講什麼行業 妳都會認為那個就是妳要做的嗎 對 我不知道耶 妳也說出來 妳老公叫妳幹嘛 妳就幹嘛 然後妳就真的還做到啊 對齁 就很奇怪 那他如果結婚的時候 他去倒垃圾 他先生說妳最適合收垃圾 他就開始... 恭喜妳就收垃圾 他就叫夢夢去結婚 怎麼樣收...分類 還要收高級的 對 妳是一個不妳老公操縱的人是不是 這樣現在想起來好像真的有耶 妳是耶 今天有兩位新娘子 都是在結婚的時候 覺得自己可以做一個生意耶 黃庭佑也是在結婚的時候覺得 沒有什麼人會規劃妳的婚禮 所以... 因為其實我... 我這個模特兒到後期的時候 我是做秀場的導演 那其實慢慢開始了解一些 規劃的東西 那那時候我就會想說 如果我說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新人 對 然後他是有像我那時候的導演 這樣子來協助我 然後很清楚的指引我這個方向的話 那很好 幫妳把整個婚禮順利的完成 對...那我就想說要做婚禮 於是我就找上了他 找詹詠傑 就是他就叫我寫計畫 對 他就這樣 詹詠傑 妳聽什麼 曾經送拼圖 然後我幫他傳承 所以詹詠傑... 詹詠傑有給我很多機車的問題嗎 有 他其實就是很理智的 讓我知道說 其實妳要做這個事業 那妳需要先要知道什麼東西 因為其實做模特兒 完全對於這種東西 是完全不了解的 什麼東西都是主力做 所以他要開公司之前 就先來問過我 對 然後我就就是傳承魔鬼 他是一個被設定城市的人耶 就是... 他先生就按一個鈕 他就直接把那畫在PASS過去 對 所以妳後來做婚禮顧問公司的時候 妳有覺得台灣這一方面 比婚紗少是不是 我那時候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並沒有接觸到 任何的婚顧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有覺得說 台灣婚顧好瞎喔 然後弄那些什麼小熊啊 然後弄那些蝦啊什麼 都是覺得很吐氣 那我看到國外的很多的照片 真的嗎 王茵那個婚禮 就是用小熊跟... 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婚禮的時候 我還不認識他 然後其實... 後來我就想說 我希望幫我的客人就是 製造一個是比較 時尚一點的婚禮 就不要再用那種很多 很吐氣的什麼圖 所以妳接到的第一個 可以只是范范跟黑人的 那個婚禮嗎 桌上明明就有熊啊 不是... 反正不是熊 就是什麼 something animal 沒有... 沒有傷 沒有傷 所以桌上不可能是空著的吧 桌上... 沒有啊 他們是在... 他才剛創業黑人跟... 范范就敢把婚禮交給他 我也要非常謝謝他 你們不怕把人家婚禮搞砸喔 沒有 就我對他還滿有信心的 你為什麼會相信他 沒有 其實我原本就看到他的特質 他其實就是可以做婚故的人 可是他就一直在那邊 就是猶豫說要不要創業 是說他特別耐心嗎 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你要這麼的細心 你要這麼的要求 你才能夠去幫別人完成婚禮 不是啊 那也是真的需要很大 是不是還要有可以跟長輩溝通的能力 非常需要 而且要看到長輩就是要 見他的時候說這邊的話 然後見到新人的時候又說... 我從他的故事才知道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黃曆有多餘一本嗎 每年一本 是嗎 黃庭佑說... 他說不同的黃曆有不同的... 每一家出的黃曆 其實他的好日子都不太長 是說有深黃色 淺黃色不同的色情 沒有 都是黃的 譬如說晴天公出的黃曆 或者是什麼官渡公出的 然後或者是某一個議員 他們會有印刷的那種黃曆 其實這件事情根本就很瞎啊 所以良辰即時是大家不統一的 我們之前就有碰過新人 然後就是那個新娘的就說 他們就選了一天要去提親 然後可是那女方的家長 非常的生氣說 為什麼男方選擇在一個非常壞的日子 然後來提親 可是南方這邊黃曆翻開來之後 那天是好日子 所以其實他們的黃曆其實 大多數是相同 可是有一些會有一些... 那這時候妳要說什麼 我就會說 那在找其他日子啊 OK 對啊 所以是要聽婆婆的話 是最主要嗎 通常是聽那個出錢的人的話 然後妳說通常最機車的是婆婆 婆婆或者是媽媽 我覺得妳其實很想講 你看那個出錢的人 我只是... 她根本沒有要講這幾個字啊 看幾個字啊 你講一講 你講一講永遠講 對